《未来科学大奖》 科学委员会委员 杨培东 大家好 我是《未来科学大奖》 科学委员会委员 杨培东 今天非常荣幸在这儿来主持2019年《未来科学大奖》 物质科学获得者陆锦彪教授和王宜芳教授的获奖报告 和青少年的对话环节 2019年《未来科学大奖》 物质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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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 授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王宜芳教授 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陆锦彪教授 他们的获奖理由是 实验发现第三种中微子整档模式 为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研究 特别是解释宇宙中物质与反物质不对称性提供了可能 让我们再次祝贺两位老师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陆锦彪教授 陆教授生于香港 1976年在香港大学物理系毕业 1983年获得新执席州立罗格斯大学博士学位 主修实验粒子物理 他曾经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博士后研究员 1986年获选为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 吴耀胜研究员 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教授 和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高级教职科学家 他也是香港大学孔庆营科学领域访问教授 和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所的资深访问研究员 陆教授专研操纵子的特性 双妙子物理 中微子物理和CP破坏现象 他获得的荣誉包括中国教育部班语的 清华大学长江学者教授 2014年美国物理学会实验粒子物理的 Pernofsky奖 2016年突破基金会的基础物理突破奖 香港科技大学荣誉科学院士 他是美国物理学会及美国文艺科学院的院士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物质科学获得者陆锦标老师演讲 大家早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你们讨论一些我的研究的结果 今天我要跟你们探讨的中微子 他是一个很少的巨人 在我这个演讲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叫他一个很少的巨人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微子 在我们的理解 中微子是一个很少的巨人的粒子 还有呢 他是一个不喜欢跟别人交流的东西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这个巨人的粒子 在这个发水里头 我们知道全部发水的元素都是原子组成的 但是在高能物理还是粒子物理里头 这个原子里头是由架构 从这个图你就看到 这个原子里头是由电子 还有原核中间的中子和枝子 它们有内部的构造 这些元素就是我们叫夸克 在这个绿子物理里说 电子和夸克都是叫基本的绿子 以中为止就是电子的表层地 那你问为什么我们需要理解中为止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 只如有一天我们的宇宙没有中为止的时候 会变成怎么样 我们从研究太阳的过程里头 我们知道只如没有中为止的话 太阳就不会发光 也不会发热 这样子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就是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头 所以你就看到中为止 基本上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很密的关系 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中为止呢 是因为我们发现中为止 基本上在宇宙每一个角落都存在 好像刚才说的太阳的中心 每一天都有很多中为止跑出来 然后在地球呢 我们用那个核电的时候 有那个反中为止跑出来 另外每一条的香蕉每一天都有 大概一百万个反中为止跑出来的 所以看到中为止基本上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有很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需要多多理解这个很小的绿子 从现在我们的研究 我们知道宇宙里头一共有三个三类的中为止 第一个就是我们叫电子的中为止 第二个就是我们叫Tao的中为止 第三个就是Mu的中为止是第二 然后Tao是第三类的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 就是那个中为止 从20年代到现在到最近 我们都相信这个中为止是没有质量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的研究的基础 那我现在要跟你聊聊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中为止是一个很害羞的力量 假如我们把宇宙灌满水 然后由一个反中为止从我们的相交跑出来 它要跑几百光年才可以跟水的分子有这个作用 所以看到它基本上真的是很害羞 不喜欢跟别的东西有这个作用 所以要研究中为止物理的时候 我们需要产生很大量的中为止 还有需要一个很大的探测器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中为止的作用 大概六零年代到九零年代的时候 David教授跟他的团队 就是在美国叫Homestay的炕厂里面 研究太阳的中为止 很惊奇的结果 就是他们发现 他们建造太阳的中为止的数量 跟我们的资讯是差了很多 基本上他们建造的只有预测的三分之一 所以问题就是 其他的三分之二的太阳中为止 去到哪里了 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实验结果 是在九零年代 在日本超级晨光探测器 他们用了五万吨的纯水 来研究从大气跑出来的中为止 他们发现 早如这些大气的中为止 从这个南枝产生出来 经过地球 然后到他们探测器的时候 就是用了这个图 就是这一面 你可以看到 那个实验之间的 大概一般预测的中为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超级晨光这个实验 也发现一些很奇妙的中为止的问题 这样子我们怎样的 要理解这个太阳中为止 跟大气中为止 就是他们不见的问题了 那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叫中为止震荡 英文就是 就是用了neutrino oscillation 那 好 好 那 那 假如我们开启的时候 有一类的中为止 好像现在我们是用摆的 这些中为止震荡 产生出来 然后我们就忌认了这些 中为止 就是黄泡 那过了一段的处理的时候 我们再看 就发现了 正在来只有三个 始终的一个 变成了另外的一类 这个改变 可以跟时间 还是处理有关系了 经过这个演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 有些中为止 跑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就不见了 所以问题就是 这个提案 是不是对的 我们发现这个 这个 概念是 准确的 因为 在加拿大 这个 Snow的实验 他们用了 一千吨的蠢水 经过不同的反应 他们发现 假如他们把 尖导的电子中为止 跟Mule 跟Tao的中为止 加起来的时候 他们的总和 就跟我们的 资讯是混合的 所以从Snow的实验 我们就知道 这个中为止 它是可以改变 他们的本性 然后 他们也可以 有这个 中为止的震荡 现在问题就是 这个 中为止的震荡 还有什么的东西 我们可以学的 我们发现 经过中为止的震荡 我们 知道中为止 是有重量的 所以 我们以前的概念 说中为止没有 质量 是不对 所以 我们应该 还有新的物理 可以等待 我们的发展 那 经济人的问题就是 这个有Mask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 学到什么东西 我们就发现 因为中为止 现在是有 这个 质量 你可以从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中为止的 总和 跟这个 发光的 星体 是差不多的 所以 就是说 中为止的存在 对这个宇宙的发展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跟我们的生活 也有不解决的影响 那 今次来 我们就想到 要看中为止震荡 除了刚才说的太阳中为止 跟大气中为止的震荡以后 还有没有第三类 所以 我们就发展 这个大亚湾 中为止的实验 这个实验 一共有 大概200个成人 我们是利用了 这个大亚湾 这个核电站 它是离开 深圳市中心 大概45公里 的地方 那 我们 到这个现场的话 我们就见到 一共有三个 那个 核电厂 第一个 就是 大亚湾的核电站 另外两个 就是 我们领澳 跟领澳二池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这个核电站 它是跟 这个 旁边的山很近 所以 用来发展 这个大亚湾的实验 是很重要 因为 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背景 就是 这个宇宙色线 它会经过 我们的探测器 产生了 差不多的作用 所以 我们需要 把这些 宇宙色线 屏蔽掉 所以 有 山的存在 是很重要的 用来 用来 这个大亚湾 这个地区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展 这个实验 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 南的 就是 每一个反应堆 一共有六个 然后 红的 就是我们 要做的 反中围纸 探测器 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三个地区的大厅 有两个是用来 计算 从这个反应堆 跑出来的 中围纸的数量 跟它们的能谱 然后 从 进点的 结果 我们就可以计算 在那 远点的探测器 它们应该 见到有多少 假如 没有 这个中围纸震荡的 情况下 那 为了做这个实验 我们就要盖 到八个探测器 那 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 在左边 是探测器 它的 切剂 在中间 我们是用了二十吨 参加的 散液体 用来看 这个 反中围纸的作用 为了 把这个 旁边 产生出来的 中子 跟这个 加密射性 减少 我们就把 这个探测器 放在这个 大的水池里头 这样 我们的探测器 就可以很准确地 看到 中围纸的 反中围纸的 作用 这个实验 是在 2007年 在冬土的 在 土布工程 的 方法 发展的时候 我们 就在 大野湾 河点旁边 街楼 地面的大厅 用来装配 这个 反中围纸的探测器 这个图 就告诉你 我们怎么样 把这些 探测器 一步一步地做 那 全部的配件 都是从 不同的单位 全世界 运到 大野湾 的大厅 然后我们装配 的 所以装配 这个过程 是很花时间 需要很多 不同的 尊业的 同行 帮忙 来 把这个 做起 那 当我们把这个 探测器做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 运到地下的实验室 我们其中一个 地下的大厅 是用来 做 这个 参加的 夜伞 我们就把 探测器 先 关门 夜伞 然后 我们就可以 把它送到 每一个 地下的实验室 装配 所以从这个图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怎么样把 这些探测器 放到水汽里头 然后把它 关起来 然后可以 做这个实验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知道 我们真的看到 从 河电 产生出来 的 中为止 这个图 你可以看得到 但是 假如我们看 这个 最上的一个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 南的 东的 点 是我们 看到 有多少个 反中为止 然后 这个 黑的线 是根据 这个 河电 它每一天 产生多少 电能 我们就可以计算 我们应该 见到多少个 反中为止的作用 从这个图 你就可以看到 基本上 假如 他们有一个 反应堆 关掉 我们 见到的 反中为止的 数量 就 降下来 然后 他们 在 启动的时候 我们见到 我们的数据 就升起来了 知道我们真的看到 这个 从反应堆出来的 中为止以后 我们就可以 做这个实验 我们 很幸运 做了 大概 五十五天 的 数据 的时候 分析 我们发现 在远厅的探测器 真的见到 大概 百分之六的 电子 反中为止 不见了 所以从这个结果 我们就发现 第三类的 中为止的震荡 这个就是 我们 台湾学院的突破 但是我们没有 因为这个发现 就停下来 我们 把这个 结果 发表以后 我们再把 静下来的 两个探测器 放到 远厅 跟进厅 然后 我们再做很多 的 能量的刻度 从这个 能量的刻度 然后再拿了 八个探测器 一起 远作 我们现在 可以做到 全世界最精准的 设计 在这个 中为止的 震荡 的结果 因为大人湾 发现了 第三类 这个 中为止的震荡 从而 我们就可以 发展 下一代 中为止的震荡 的实验 等一会 王冶芳 教授 为 告诉你 其中 我们 下一代的实验 可以做什么 中为止的震荡 的研究 我现在 就跟你 说几句 关于我的 现在 另外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 就是叫 这个 盾 的实验 主要 我们是 要 理解 当 中为止的震荡 跟 反中为止的震荡 相比的时候 他们 是不是 一样 我们 做这个实验 的 方法是 很简单 我们 从 飞米 扎出去 产生 一个很 强的 中为止的震荡 然后 我们把 这个震荡 送到 1300公里 是 David教授 用的 这个 Camp Homestay 的 炕厂 我们把 这个炕厂 增大 在里头 我们放了 四个探测器 在这个 原厅的地方 我们 希望 看到 有多少个 这个 mule的 中为止 变成了 电子的中为止 从这个 取消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 比较 中理直震荡 跟反中理直震荡 他们是不是 能够 的 混合 假如说 我们的 结果 发现 他们 不一样 结果 在 例子无理 我们就 这个 物资跟 反物资 语称 不熟悉 这个是什么意思 基本上 它就告诉我们 这个 物资跟 反物资 它们是不一样 因为 现在我们 在那个 宇宙里头 我们知道 全部的 星体 都是从 物资 造成的 是 没有 反物资 这个 需要 这个 不熟悉 的 成立 才可以 理解 这一点 这一点 是很重要 因为 假如 我们 物资 跟 反物资 是一样的话 基本上 说 我们的 权在 是 因为 这个原因 因为 物资 和 反物资 是一样的时候 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 我 跟一个 反我 当我们 两个东西 走在一起的时候 就为了 烟灭 我们就没有可能生存了 所以我们的生存 基本上 是完全要 要求 这个 物资 和反物资 有不同的 反应 所以 到这一点 我就 完了 所以 最主要 我们 现在 研究中尾纸 我们 以前 有四个 点 第一个 就是 中尾纸 是一个 很 很 很 塑造的 资本 它很新 还有 它为 我们的 Bandman 就是好像 西川的 Bandman 的 靶 一样 最重要的 就是 中尾纸 基本上每一天 都跟我们在一起 只是 我们招勞的 很少 好 谢谢你 请发言嘉宾刘布 Please stay on the stage 下面进入 青少年对话环节 有请主持人 杨培东 moving on to the future dialogue k12 students and the future science prize in life science laureates 谢谢陆建柏教授的精彩报告 那个物质是由哪些基础粒子组成的 这是物质科学需要回答的最最最最基础的一个问题 刚才陆教授已经说过就是说没有这些基础粒子的话就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宇宙 也就没有我们这些生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在这说的化学啊物理啊材料啊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对我们大家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青少年的对话环节 有请第一个同学提问 嗨 professor thanks for your wonderful and enriching lecture I'm Jipei Zhuo from Beijing number four high school international campus and I will ask my question in English so modern science has rapidly developed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and we now we already have adequate knowledge of mathematical equations chemical elements and also physical principles and we seem to have less and less to less and less discoveries to make now so what are your comments on the future of science discoveries and how can we apply these to in the future to benefit all humans thank you well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but let me try to also answer it in Mandarin because okay I'm told it's better for me to speak in Mandarin 可以这样子说 当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要决定做研究 我应该是做哪个领域 那个时候我跟我的老师讨论 他就跟我说 你最好不要做原子物理 也不要做天文物理 最后也不要做我这个理智物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全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要做这三个领域 基本上你是没有东西可以做 但是我现在在看回头 你可以看到我过去的四十年 在我这个原子物理 天体文理 最佳我这个理智物理 基本上有很多的发现 最简单 你找到你看我的这个Nobel奖 过去我这个四十年 有多少个是在这些领域的 你就可以找到个答案 所以我给你的答案就是 你不要担心我没有问题 因为基本上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就好像牛顿说 好像大海一样 问题就是我们的想象力有多好 我们的运气有多好 好 谢谢 第二个问题 谢谢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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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假如说现在宇宙只有三种的中维子的话 基本上我们只可以有三种不同的中维子震荡 但是问题就是 是不是真的只有三种不同的中维子 因为当我们发现中维子震荡以后 知道中维子它有质量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 对不起 我要用了英文 因为早上我们看到这个电子的话 我们发现它是有左旋跟右旋的两个态 现在中维子因为它有质量 也应该好像电子一样 应该有两个态的 现在问题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个 这个右旋的中维子 这个呢 在我们的领域 叫这个Stirite中维子 应该是多声 是不是 所以呢 现在 要答你的问题 可以是说 理论上来说 我们应该还有新的震荡 但是问题 我们不知道应该是怎么做这一类的实验 还有呢 我们不知道应该是在哪个方向 来发展这一类的实验 好 谢谢 下面一个问题 Good morning Mr. Lu I'm going to ask my questions in English It's my honor to ask a question here And my name is Zhang Deng Yi I am from Chengdu Middle School And it is known that K-Mason and B-Mason Can destroy CP But in your research into the third Oslation mode of Neutrinos There is another possibility That Neutrinos can destroy CP too So what I want to ask is Are there any similar properties Between the two destructions Thank you Oh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你问的问题 基本上现在我们没有答案 你刚才说的也是对的 因为现在从学院 我们知道K的借质跟B的借质 它们是有CP的破坏 但是K跟B的借质 它们都是夸克哪一个方向 现在我们理解了 夸克它的CP的破坏 基本上跟中维子 可能CP的破坏是独立的 但是当然有可能 在做有些同学 将来可以找到一个方案 可以把这两类的 不同的CP破坏 连在一起 但是怎么样做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下一个 老师好 我是来自陈静伦中学的宋欣彤 我的问题是 质量是如何和希格斯粒子联系起来的 以及希格斯粒子有什么意义 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粒子物理里头 有个标准的模型 我们知道这个夸克跟电子没有太多类的粒子了 当它们在这个空间经过的时候 它们就会跟这个Hicks厂有一个作用 它们的作用是大小 就变成它们有多重 那一个很简单的理解 这个尾上的方法 就是看电子在物质经过的情况 在联居态里头我们发现 当电子经过物质的时候 它们的质量 也变成有一个 我们中文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就是英文叫Effective Mass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个粒子跟它附近的圆景的作用 是可以把这个质量产生的变化的 好 谢谢陆老师 我们还有下面一个问题 陆老师您好 我生来自北京市陈吉伦中学的张伯雅 我想要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文子的研究 对于基础科学有什么意义或者作用 好像我刚才说中文子是一个很奇妙的粒子 研究它的话 基本上我们现在发现 它有一个窗口 给我们可以发生 就是发生新的物理 这个是这个研究中文子的一个重要的发现 好 谢谢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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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陆老师 这就是一个很兴奋 我现在和你一起来聊 我还想问一下 我要问一下 我们在学校学科学中 我们在学习的学科学中 我们在学习的学科学中 我们经常会做很多试炼 但是当我们在这些学校 我们都想找一些 但是我们都对这些学校 是这个学校的学校 这个学校会这些学校 但是我们不能与一下 学校学校的学校 或者说,我们学校的学校 所以我想多个学校 可以多个学校的学校 How can we cut out of some of these errors? 这个是学院的科学家永远要解决的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的实际的实验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些误差的问题决定了 等一会王一芳老师拿到他的掌 就为我提到这一点 有可能你可以稍等一下听听他的意见 再次感谢几位同学的提问 他们提问非常的有深度 然后我们陆锦彪教授的中文演讲 应该说中文也非常标准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那个对话完结就到此 因为我有两个老师在 再次感谢 宋老师跟王老师 感谢各位 然后祝贺陆老师物质科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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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兵了 太小兵了 真是 等一下 我们编达消息 .... 再到就可以